房价暴跌百人九十 炒房客谢本文辉 惠州 惠东 马海景房项目 从今非常牛逼的存在 房价最高峰期卖到两万一坪 现在跌至两千一坪 跌幅高达百人九十 大批炒房客被套在其中 很多人家破人亡 之前我就多次提醒过大家 不要去碰惠州的海景房 现在惠州一线里面的开发商 也开始扛不住了 例如离深圳三公里这个楼盘 之前单价一万八要靠抢 现在直接把单价干到一万出头 开发商只需要你出一杯奶茶的钱 就会拥有一套76平的金庄三房 楼市覆草之下 任何人都无法逃离降价 甚至亏奔的命运 这个香港业主直接拘亏六十万 因全款购买 曾经非常强势的户型 如今价格一降 再这样单价跌至一万出头 惠州林森的房子降价降得太离谱了 简直比今天晚上十八级的台风还要猛 八千多本来都以为是常态了 七千多六千多真的是让人惊掉下巴 现在呢居然有个楼盘五千山左右还是县房 这也太刺激了吧 太惨了 惠州房价暴跌90% 香港炒房客血本无归 太惨烈了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曙光时分 惠州海警房房价暴跌90% 炒房客却血本无归 惠州汇动的某海警房项目 曾经是炙手可热的存在 在房价高峰时 每平方米最高卖到两万元 然而 现在价格已跌至每平方米两千元 跌幅高达90% 大量炒房客被深套其中 许多人因此倾家荡产 如今 惠州的一线开发商也撑不住了 例如 距离深圳仅三公里的某楼盘 之前每平方米一万八还要强购 现在单价直接降到了一万出头 开发商推出优惠 只需要相当于一杯奶茶的钱 就能拥有一套76平方米的精装三房 这个情况不仅在惠州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在上演 尤其是在一些曾经火热的区域 如惠州惠东的海景房项目 房价暴跌90% 意味着市场需求急剧下降 供需失衡严重 导致房产贬值和投资失败 这种剧烈的价格下滑 尤其是在短期内发生 对投资者 开发商以及当地经济 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炒房客血本乌龟的情况并不罕见 特别是在市场过度依赖 投机需求的情况下 当市场遇到调整或经济环境变化时 投机者最容易受到冲击 很多人为了短期利益进入市场 而忽视了房地产市场中长期的风险 至于开发商降价促销的现象 表明市场已经进入了买方市场 开发商为了回融资金 不得不大幅度降价吸引购房者 虽然价格诱人 但这也反映出整个市场的信心不足 开发商的财务压力越来越大 从更广的角度看 这种情况提醒我们 房地产投资存在不小的风险 尤其是当市场过度依赖投机行为时 购房者和投资者都需要更加谨慎地评估市场 避免因忙碌跟风而陷入困境 同时市场的健康发展 应更多依靠实际居住需求 而不是投机性炒作 香港的炒房客已经亏损严重 随着深中通道和港珠澳大桥的开通 香港炒房客找到了前往中山投资房产的新途径 在过去三年相对沉寂的时间里 香港炒房客再次活跃起来 每到周末大批香港人前往内地购房 推动了广东原本低迷的房地产市场 2023年中银香港调查显示 近半香港投资者对大湾区房产感兴趣 主要目的为度假、养老等 这与早期香港人购房惠州相似 深圳自特区成立以来 吸引了大量香港买家 罗湖、福田等地尤为集中 2015、2016年内地楼市火热 香港投资者大量进入 2019年汇港16条政策进一步推动广东房价上涨 尽管近年内地市场调整 房价回归居住属性 香港投资者仍青睐深圳 广州等地尤其深圳 尽管房价高企 但相比香港仍具性价比 除了深圳 香港人也看中了广州、中山、珠海等城市的房产 相比之下 香港的房价高得令人责舍 2021年 香港的房价均价为每平方米14万元 100万元在内地可以买到两层楼 但在香港只能买到一个胶囊房 因此 拥有一套宽敞舒适的房子是许多香港人的梦想 近几年内地房价回调 香港投资客再次瞄准内地方产 例如 深圳房价已跌破每平方米6万元 珠海的房价也降至1.8万元左右 中山二手房均价甚至跌破1万元 若今 100万元就能在中山买到100平的大房子 中山因其亲民的房价和一具的自然环境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香港投资者 但内地的房地产市场也给香港人好好地上了一课 香港人在惠州买房可以说是损失非常惨重 而且很多时候根本卖不掉 让房子失去了流动性 住吗不方便 自己根本不来住 卖吗卖不掉 成了一个鸡肋 你说惨不惨 惠州的海景房已五折出售 100万元就能买到一套海景房 惠州房地产市场上 二手海景房总价低于50万元的比比皆是 最低价甚至只有28万元 折合每平米2300元 曾经的十里银滩风光无限 而现在却成为许多购房者心中的痛 海景房的流动性差 再加上周边配套不足 很多房产难以脱手 惠州本身是一个三四线城市 靠着临近深圳和香港的地理优势 才迎来了房地产的繁荣 但如今 香港和深圳的房地产市场都在承压 惠州的海景房只能不断贬值 很多业主只能无奈继续还贷 目前惠州房地产市场遍地是房源 只要敢爆出价格 就由业主愿意成交 惠州和中山这样的城市 面积大但实力弱 房屋供应量巨大 一旦限购阻断了深圳客的进入 房市就成了泡影 你怎么看呢 香港炒房客因为广东惠州房价暴跌 而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 反映了房地产市场过度投机 带来的风险 香港投资者涌入惠州等地购房 主要是因为相对较低的房价 和对未来升值的期待 然而 当市场行情逆转 房价暴跌 他们的投资价值迅速缩水 而想要脱手时却发现房子根本卖不出去 这种局面有几方面值得关注 一市场风险被低估 很多炒房客低估了区域市场的风险 特别是惠州这种远离核心城市的地区 虽然靠近深圳等大城市 但惠州的购房需求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者 而非实际居住需求 当市场遇到波动或调整 投机性需求迅速消失 房价暴跌在所难免 二 区域市场供应过剩 惠州的房产市场供应量较大 但实际居住需求并未达到攻击的水平 这就导致一旦炒房热潮退去 市场陷入僵局 功过于求 房价难以维持之前的高位 三 流动性缺乏 投资性房产市场最大的风险之一是 流动性不足 在价格下跌的情况下 炒房客很难找到接盘者 房子卖不出去 也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损失 四投资者的盲目乐观 香港炒房客对内地楼市的乐观预期可能过高 他们认为 粤港澳大湾区的房产长期看涨 忽视了市场周期性变化和当地经济基础的薄弱 导致如今被套牢 综合来看 香港炒房客在惠州的损失提醒我们 房地产投资不是无风险的稳赚不赔行为 特别是投机性的炒房行为更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冲击 未来投资者在进入类似市场时需要更加谨慎 充分考虑市场的基本面 需求情况以及潜在的风险因素 避免重蹈覆辙 六百多万人口的惠州 街上没有人 店里也没客户 人都跑去哪里了 遍地都是房子 可以住下两千万人口 人都去哪里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惠州有些小区啊 房子根本没有人住 一栋楼下来就住了三户人四户人 我告诉大家 什么样的原因 才会导致现在这里的入住率非常低啊 就是那些前些年啊 在外地那些炒房客呀 以为这里的房子能买了之后房价大涨 结果呢 买了之后很多人在外地根本就住不上 还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就是当时脑子头脑一发热 就来这边选一套房子了 买下来之后呢 又发现后期又住不上 那不就空了吗 还有就是有一部分人呢 买的是毛皮房 自己又懒得装修 又没钱去装修 也不想出租 觉得租金也没多少钱 也不划算 所以啊 才导致现在惠州很多小区入住率非常低 惠州的萧条 反映了近年来 内地部分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 遇到的困境 随着过去几年 房地产投资过热 工需失衡 很多城市出现了鬼城现象 惠州也难以避免 这种情况与多方面因素相关 一 过度依赖房地产 许多三四线城市的经济增长 主要依赖于房地产开发 但随着政策调控和经济结构调整 房地产市场降温 导致这些城市发展动力不足 二 人口流动性不足 大城市吸引了大量人口 而像惠州这样的城市 在吸引常住人口方面相对乏力 导致购房者多数是投资者或度假需求 实际居住率低 空置率高 三 经济转型之后 惠州的产业结构尚未完全转型升级 难以吸引新的产业和人口流入 经济活力不足 要改善这种情况 惠州等城市需要再推动经济多元化 提高产业竞争力 吸引人口等方面下功夫 同时 房地产市场的回归居住属性 可能带来长期的平衡和稳定 但是现在中国经济下行 想恢复以前的繁华 真的太难了 消费降级 大家都不敢消费 真的太难了 厉害了老公这次失业 手里没有存款 有困难以后 我悟出了几个道理 但说现在懂这些道理为时已晚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补救的机会 未来时间还长 首先第一个是手里一定要有现金流存款 就是这笔钱是可以应对家庭危机的 家里出现危机的时候 手里没有钱 要去跟别人去借 所以手里一定要有存款 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房贷的事情 不要天天想着给银行付了多少多少利息 我觉得要把时间线拉长到30年 30年后5000块钱是值多少钱 现在通过膨胀是吧 那借别人的钱肯定多多少少也是有利息的 而且是拉长到30年 不要心里总是想着给别人付了付了多少利息 而是等自己手里有存款 有很多钱的时候 或者是有一部分钱可以用于还房贷的话 才去还这样的 不要去借钱去还这个房贷 第三个就是两个人 任何一个人出现困难了 我觉得都要相互支持 相互扶持 我觉得要选择相信对方 相信对方的能力 相信大家一起可以共度难关 还有一个道理就是 我觉得要有副业 除了主业之外 副业也需要去研究 这样的话在主业没有的情况下 副业也能帮你创造财富去赚钱 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 最后一个就是 当你没钱的时候 即便是父母都会看不起你 真的 我老公说 这两个礼拜在家里待着 就觉得婆婆对他的态度 就也会有所转变 包括邻居 也会上下去打量他 见到他以后就会去上下打量他 因为小区里面 一般就是男生去赚钱 很少说有男的在家里待孩子的 那平时工作日的时候 男的没有出去赚钱 在家里待着 而且一待好几天 那别人就会 另眼去看待你 经过这次丈夫失业后 他感受到了 手头没有存款带来的困境 并由此误出了一些道理 尽管他意识到 这些道理有些晚了 但他仍然相信 未来还有机会补救 首先 他认为 手头必须保持一定的现金流 存款是应对家庭危机的保障 如果遇到突发情况 而没有存款 就不得不向他人借钱 因此 家庭中一定要有足够的存款 以备不时之需 其次 关于房贷问题 他不再纠结于 每天要付多少利息 而是将目光放长远 拉长到三十年 考虑到通货膨胀 未来的五千元将不再有现在的购买力 借钱支付房贷 其实并不是那么不划算 因此 他建议不要为了尽快还房贷而私处借钱 应该在自己积累了一定存款后 再选择适时还贷 第三 他强调了夫妻之间的相互支持 无论是谁遇到困难 两人都应互相信任 相互扶持 坚定相信 共同的力量 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另外 他还提到了副业的重要性 除了主业 副业也值得研究和发展 副业可以在主业不稳定时 为家庭创造额外的收入 这也是他认为当下应该重视的方向 最后 他意识到金钱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的影响 他的丈夫在失业后 感受到婆婆对他态度的变化 甚至邻居也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他 尤其在社区里 通常是男性负责养家糊口 当男人长时间待在家中而不去工作时 难免会引来他人的议论和打量 这让他更加体会到 金钱不仅关乎生活 更影响着家庭和社会的看法 祝愿他和他老公 能够度过人生这段最艰难的时期 但是现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当下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遇到像他们家一样的问题 这可能无法避免 这是个系统性的风险 可能会影响到每一个人 大家一定且行且珍惜 继续讨历 Hamm 戄属